誓言魔君节节一笑道 大人 属下所说自然为真 若是属下没有猜错 不但这永夜魔君 应该这位摩卡拉前辈 也和这小子有某种关联吧 此言一处 更是令人震撼 相比永夜魔君 摩卡拉显然身份更为特殊 他是 这传承圣殿中的上古一魔祖 怎么可能会和秦晨有关联 可是 如果骷髅舵主已经被秦晨奴役了 那摩卡拉的嫌疑自然会有所上升 毕竟 摩卡拉先前的举动也有些诡异 摩卡拉 到底怎么回事 古拉斯盯着摩卡拉 双眸之中 暴射出了怒火 一道无形的灵魂波动 不断席卷而来 何言乱语 摩卡拉冷哼一声 冷视着赤焰魔君 轰的一声 他的神形爆发 树子动 一瞬间化作了黑色的阴云 树来到了赤焰魔君的面前 一爪子抓射了过来 只听得轰隆一声 漆黑的利爪宛如天目一般 遮蔽住了赤焰魔君 竟然要将他一举撕裂开来 小小魔君也敢搬弄是非 找死 五根力转 根根散发出圣人的黑马 上面由道道魔纹浮现 一瞬间就来到了赤焰魔君的头 兵的一声 赤焰魔君似乎料到摩卡拉会动手一般 头顶瞬间出现了一个国谱的玉瓶 玉瓶变大 散发迷蒙气息 将那五根利爪狠狠地挡了下来 扑底下 可强烈的魔气还是穿透而过 将赤焰魔君瞬间轰飞出去 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 服用了魔化果实的摩卡拉 还不是现在他能够对付的 怎么 被我说破了 就恼羞成怒了吧 本来本作还只是怀疑 现在本作敢肯定 阁下定然和这人族小子有某种关联 誓言魔君猙獰的 你找死 摩卡拉更怒了 杀意废腾 再次杀过来 可这一次 一道魔影闪过 是古拉斯 拦在了摩卡拉的面前 轰的一声 两股可怕的气息碰撞 爆发出了惊天的轰鸣 震得众人纷纷后退 面色发白 摩卡拉 住手 古拉斯怒吓 冷视摩卡拉 若是赤言没说错 阁下又为何会和 永夜魔君在一起呢 此魔君应该不会是我 传承圣殿之魔吧 在他的印象中 传承圣殿 并无那么多的魔族之人在 古拉斯 你也不信我 摩卡拉怒吼 古拉斯脸色阴沉 却并未说话 事实上 他已经有些狐疑了 完全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想让古拉斯前辈相信很简单 既然摩卡拉前辈说自己是冤枉的 那只要摩卡拉前辈和这永夜魔君放开灵魂 让奎尽大人和古拉斯前辈感知一下两位的灵魂力量 看看有没有异样 若无异样 我等便信了你了 誓言魔君宁笑 你一个小小中尾魔君也配让我摩卡拉放开灵魂 摩卡拉怒吼 而后凝视向了古拉斯怒 古拉斯 你我在此镇守多年 不信我摩卡拉竟然信这些人 而且我问你 若是这些人针奉魔主大人之令 那为何会违背远古无族禁令 释放出此地恐怖之我 要我说 这些人分明不知是从哪里得来了魔主令 假冒魔主之令 欲要灭绝我远古一模一族 不得不说 摩卡拉还是挺会动脑袋的 立即反打一旁 他的话再度令古拉斯犹豫下 的确 黑衣人首领魁音的所作所为 和他远古异魔族的宗旨有所违背 也是他最怀疑的地方 黑衣人首领魁音冷哼一声道 嘿 好 阁下要解释是吧 既然阁下不信魔主令牌 那总不会连此物都不信吧 话音落下 他手中竖的出现了一本血色古书 这血色古书一出现 整个虚空都是像是凝固住了一般 所有的异魔族人 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 我族质保血魔精在此 谁敢不走 现在诸位还有谁不信的 奎音怒声大喝 声音如雷 浑身进气薄发 是祖魔血精 竟然是祖魔血精 此乃我以魔族至宝 怎么可能在他手中 看到了血色古书 摩卡拉 古拉斯 库罗多主等人纷纷震惊 一个个露出了骇然之色 一瞬间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看到了此物 甚至比之前他们看到魔主令牌更为震惊 永夜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秦臣急忙传音道 那古书一出现 天地都仿佛被禁锢住了 浓郁的血气暴涨 他体内的鲜血仿佛控制不住 就要被吸扯出去 祖魔血精 乃是我一魔族的重宝 传闻 是无异族诞生之时而形成的异宝 属于魔主传承之物 一旦掌握此质宝 则能掌控我异魔族所有人的性命 至于具体有什么功效 属下以前从未得到过 却是并不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 祖魔血精 唯有魔主才能操纵 普通一魔族即便得到了 也无法发挥真正的威力 骷髅堕主震惊道 祖魔血精在此 现在谁敢不信 奎音冷厚道 古拉斯前辈 你不是怀疑本座 为何要打开这封印吗 正是因为祖魔血精 由此重宝 上古元寿便能被五等操纵 成为无族崛起的关键 现时攻入天武大陆 灭绝大陆上的人族 完成上古时代无族未完成的荣光 现在摩卡拉先辈 永夜魔君 还请两位释放出自己的灵魂力量 让本座查探 奎音死死盯着摩卡拉和骷髅堕主 眼神灵灵 既然阁下有祖魔血精 那我等自然相信阁下 你想看灵魂气息是吧 那便查看吧 我摩卡拉行得正 不怕被查 摩卡拉目光阴沉无比 冷哼一声 脑海中的灵魂力量 顿时显露了出来 而骷髅堕主 也同样冷哼了 要看别看 届时 阁下自然知道 谁才是搬弄是非 别有用心之人了 花音落下 他也释放出了自己的灵魂气息 难道这两人没被读什么 摩卡拉和骷髅堕主的举动 却是让奎音不由地看下了赤炎魔君 若是摩卡拉和骷髅堕主没问题 那有问题的一定是赤炎魔君 只是他刚转头 念头闪过 就听到了一道怒吼之声响起 摩卡拉 你 轰的一下 在古拉斯下意识地探查 摩卡拉灵魂气息的时候 摩卡拉顿时动动 轰的一下 他浑身燃烧魔气 目光争鸣 一瞬间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一掌狠狠地拍向了古拉斯的胸口 他速度太快了 几乎在所有人都放松警惕的一瞬间出手 即便是以古拉斯的修为 一时间也未能反应过来 被一掌拍中身体 黑色血液飞溅 古拉斯惨叫一声 胸口出现了一个窟窿 可关键时刻 他运转一魔族秘书 飞速地躲避 避免被一爪冻穿的结果 可即便是如此 他也深受重伤 摩提被轰开 惨叫怒吼 摩卡拉 古拉斯死死死地盯着摩卡拉 养天发出咆哮怒吼 怎么也没想到同事多年的族人 会对他下如此狠手 另外一侧 窟窿窟主同时也动了 他没有对赤炎魔君下手 而是冲向了古拉斯身边的一名手下 白色谷边甩动 一下子将那一魔族人给包裹住 而后血色战颈刺出 一颈将对方穿透 头颅炸 浓郁的魔气弥漫 被骷髅舵主进阶吸入体内 节节怪笑起来 摩卡拉和骷髅舵主出手的动作太快了 仅仅一瞬间而已 古拉斯重伤 而古拉斯一名手下则陨落 一魔族一方实力大几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特别是龙震天等人 眼珠子都快蹬爆了 怎么回事 这些一魔族人竟然自相残杀了起来 一群白痴 赤炎魔君脸色铁精 这几个家伙自己早就已经提醒了 却还这般不警惕 只能怪自己太愚蠢 摩卡拉 你究竟为何 古拉斯怒吼不已 难以置信地看着摩卡拉 他到现在还不相信 摩卡拉竟然会对自己动手 这根本就没道理 即便是那咏夜魔君真的已经被那人族小子奴役了 可摩卡拉毕竟是远古魔族 岂会因为一个魔君而对自己动手 他不明白 嘿嘿嘿 为什么 摩卡拉宁笑一声 苏地下 他和骷髅舵主身形一晃 瞬间来到了秦晨的面前 在众目睽睽之下 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之下 对着秦晨恭敬心里道 卓人 属下未能完成任务 还请主人责罚 主人 龙振天嘴巴张大了 红颜武皇嘴巴张大了 奎尹嘴巴张大了 古拉斯的嘴巴也张大了 甚至连原本早就有所猜测的赤炎魔君也一脸呆滞 难以置信 他知道 骷髅舵主已经被秦晨奴役 所以啊 只是猜测 摩卡拉和秦晨有某种勾结而已 却怎么也没想到 秦晨竟然将远古异魔族的摩卡拉也都奴役了 这可是比他还要可怕许多的远古异魔族啊 死子 简直太可怕了 一瞬间 赤炎魔君内心涌现出了一丝恐惧 他这么得罪秦晨 到底是对是错呀 诸位 异魔族人的目的 大家也都听到了 便是为了灭绝我天舞大陆的人族 现在还想诸位同袭协力 一同斩杀这些魔族之人 挽回我人族命运 秦晨对着各大势力留下的强者冷喝了 好 很好 小小人族竟然敢破坏本座的计划 不过 你以为奴役了我一族的两个族人 就能改变一切了吗 奎因突然冷笑起来 事已至此 武族计划已经完成 不管谁来都无法阻止本座的计划 血迹大战 奎因立刻一声 当即将祖魔血精抛向了半空 煞事件从那祖魔血精中爆发出了一道道的赤色红光 那些红光洒落而下 竟然与他手中的令旗组成了一神秘封印符文 旋转着朝着那金石岛屿下方镇压了下去 一下子没入那金石岛屿中 砰的一下 金石岛屿下方一下子沸腾了 吼吼吼的 只听那无数凄厉的吼叫声响起 却是一头头的元兽精气怪物从地底冲了出来 这些怪物体型极其庞大 甚至比秦晨当初斩杀的元兽精气还要可怕 其中有一些元兽精气气息之强 竟然相当于九天五地级的高手 可撞在那封印符文上之后 顿时惨叫着爆碎开来 而后化作了一道道赤色气息 被那封印吸收融入到了祖魔血精之中 原本血色的经书 一瞬间光芒更盛 并且其中萦绕出了一股淡淡的红芒 缓缓地融入到了黑衣人首领奎音的体内 奎音脸上顿时露出了享受的神气 那丝丝鸿芒融入他体内之后 他身上的气息竟然在缓缓地提升 一道赤色的光韵将他护在里面 像是在蜕变一般 京石岛屿的下方传来痛苦的嘶吼之声 那是上古元兽在剧烈挣扎 但是被祖魔血精所化的符文 镇压在下方 不断地散溢出道道赤色气息 被祖魔血精融合化为精纯的力量 仅仅是轻刻之间 鬼音身上的气息就已经暴涨到了 接近摩卡拉和古拉斯的级别 并且他身上的气息还在提升着 我明白了 摩卡拉的谋中流露出了骇然之词 忽然他惊怒道 这鬼音的目的并非是释放出上古元兽 而是准备利用祖魔血精夺取传说中的 元兽本元 元兽本元 秦晨疑惑 摩卡拉急哭道 元兽乃是我义魔族天地规则酝酿的 蕴含义魔大陆至高本元法则 对我义魔族而言乃是无上的博品 若是由义魔族人能够吞噬元兽本元 就相当于熔炼了义魔大陆至高本元法则 能够一举跃升为魔主级别强者 这鬼音的目的就是想要吞噬元兽本元成为义魔族的魔主啊